中国国家乒乓球队公开招过 今天我将和你谈谈这件事 新朋友可以先关注一下 方便回顾之前的内容 也不至于错过以后的精彩 喜欢的话请按住赞不放 您的鼓励是我们创作的动力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继续往下看 最近所有的乒乓球运动员都聚集在危害 并被隔离 现在他们将开始为下一阶段的比赛做准备 中国乒乓球运动员 在所有比赛中都表现出色 在休斯顿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 王万宇也获得了女子单打冠军 而范震东获得了男子单打冠军 王万宇这次也表现得很好 在半决赛中击败了陈梦 在决赛中击败了孙颖莎 随后在WTI的比赛中 陈冠希在决赛中被王一笛淘汰出局 与女子单打冠军十之交比 但是以前的陈梦不是这样的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以前的陈梦 27岁的陈梦在东京奥运会上 取得了自己最好的成绩 赢得了女子单打金牌和女子团体金牌 证明了自己在一届奥运会上 夺得两枚金牌的能力 如果她能保持好状态 参加巴黎奥运会 她将有机会追凭王男女子乒乓球 四枚金牌的记录 也许正是这种期待 让陈梦夺冠之后 我的时刻已经到来 至于陈梦现在 她在乒乓球方面的发展还不错 现在她赢得冠军不是一个大问题 比如 她的表妹黄晓明多次被陈冠思梦的粉丝 要求帮助她找到白马王子 但爱情问题仍然取决于当事人的感情 有趣的是 当粉丝们为陈冠希的爱情感到担忧时 陈冠希和队友方波之间的视频链接 也给了粉丝们希望 在获得东京奥运会女单和女队金牌后 陈玉琳与全国冠军方波 进行了视频通话 更有趣的是 当时已经临近七夕了 网民们故意把两个人聚在一起 你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一个视频链接中 陈梦帮助方波的粉丝提问 方波结婚了吗 就在这时 一个有趣的场景发生了 方叔叔突然说 我还没结婚 我一直在等你 陈梦笑个不停 总有粉丝问我 你是单身吗 你有女朋友吗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方波的回答依然坚定是霍讽 我一直在等你 两人的指数笑了起来 方波和陈是梦的对话 也让很多网友 对两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 有趣的是 方波此时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如果你知道你会变成这样 我就会追你 不问陈梦 你是说你没有找男朋友 是因为准备奥运会吗 你还打算在夏季奥运会前 不找男朋友吗 陈梦想了一会儿 他笑着说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方大波又说 我看还是随心所欲的好 我可以打他 我可以和我男朋友说话 陈聊了一会儿 然后说了现阶段自己的努力 虽然这段表白 似乎否定了两人的关系 但总有一种希望 但当粉丝们称赞 两人的甜蜜时 他们甚至认为 陈延熙会离开单身生活 但陈梦说 这么多年来 我们俩一直像兄弟一样说话 陈诚开玩笑的对方周子说 如果你有女朋友了 他会怎么做 方伯说 重点是 你真的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陈梦反驳说 我们都不是对方的类型 陈梦和方伯都说 对方不是自己的菜 看着直播的粉丝 本来以为陈梦要摆脱单身 可见陈梦和方伯 私交应该很好 可悲的是 两人都否认 对方不是他们喜欢的类型 还有一句老话 一切皆有可能 也许两个人会对对方感兴趣 这取决于是谁刺穿了玻璃制 1992年的方波 和1994年的陈伯伯年龄合适 但从陈伯伯的刻苦训练 和努力工作来看 他应该把精力放在训练和比赛上 我猜他们是否能在一起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长按点赞三秒 这样可以出发强烈推荐 我们下期见